機動市議員宋偉莉在總質詢時 特別關心改裝機車噪音 困擾民眾安寧的問題 其實你說警察局他們有沒有很辛苦 去露檢啊什麼 其實露檢的成效不是很大 我覺得最主要是要追根究底的就是 原來裝設在排 拆除這排氣管 還改裝車的廠商在哪裡 市長謝國良大訊表示 11月14號開始 將在全市六個地點進行寧靜街坊專案 由警察局等相關單位 在晚上8點到凌晨2點之間 大局掃蕩改裝機車 針對噪音和違規進行取締和處罰 這也是市政府在推動行人友善 乾淨家園和市容整結之後 第四個要推行的重要市政專案 除了做噪音檢測 因為你要求他做噪音檢測以後 可能他改天來的時候 他又把排氣管改回來 現在已經有實際的一個法令的依據 可以針對已經有改了排氣管的這些機車 只要在夜間被查獲 我們就可以依照相關的法規進行開罰 而且他的罰金是3000元起跳 這個是既我們行人友善 乾淨家園還有市容整結 市容整結就是指這些廣告物 突出來的這些違建的拆除 我們會推出第四個主要的專案 叫做寧靜街坊 寧靜街坊的專案會在11月14號開始 我們會大力的在基隆市六個地點在晚上 大概八點鐘到幾點 兩點鐘的時間 我們會大力的掃蕩改裝機車 這會是警方很重要的一個新的行動 另外宋偉利也表示別的縣市的公廁 都有提供衛生紙 但是以外木山風景區公共廁所來說 就沒有提供衛生紙 造成民眾不方便 我們到任何一個縣市去 遊覽車一停 公廁裡面都有附衛生紙 都有衛生紙 我們外木山因為是我常去的地方 我不知道別的風景區地方 你們有沒有去發現到 就是說以基隆市而言 中山區到了禮拜六禮拜天 你去看那個衛生紙絕對沒有的 市長謝國良大詢師指出 將請環保局研議在公廁 提供免費及付費雙軌制的衛生紙 因為我這幾年帶了孩子到處走 我們都是要自己帶的衛生紙 但是如果有個地方有足夠衛生紙 我就會覺得這個地方很貼心 規劃很夠 可是國內旅遊 我這幾年帶了孩子也到處走 很多國內旅遊的衛生紙都被人家拿光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會建議要有 雙軌的一個機制 就是我們本身也提供衛生紙 但衛生環保局應該也要去規劃 就是說在一些地點 比較是比較人來人往的公廁 應該也要提供付費式的一個機制出來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因為他轉彎處太彎了